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我們竟然有嘉賓,是Sarah 很開心她邀請了我和她一起拍片 所以今天我們就一起拍到這裡 如果大家想看我和她拍的另一條影片 就是介紹我們最近買過最喜歡的三樣小物 就可以去Sarah的頻道 既然來到酒店,我就想做一個我自己很有興趣的題目 就是一個was in my makeup bag的影片 沒錯,這個就是我們的化妝袋 如果你也喜歡規探別人的化妝袋裡有什麼秘密 喜歡用什麼的化妝品的話 我們現在就開始啦 我也忘了讓你自我介紹 HELLO,我是Sarah HELLO,大家好,我是Sarah 我有一個在白靚,逛街買山白靚的頻道 有興趣就可以看看 我們開始 好,那我們先說一下自己的化妝袋 你這個很漂亮 對 我覺得很漂亮 你這個 是不是你買東西送的? 不是,這個是去年去參加他們一個活動的時候 對,就收到的 我喜歡它的原因,除了真的很漂亮 它是深藍色蓉面,然後有鬍鬍 然後花紋又很漂亮之外 你看到上面 是硬的 對,有一個鐵線 對,這個位置是硬的 所以它不會變形 我這個就是... 因為我平常化妝是很傻的 所以我都沒有講究這個 我這個就是 Bare Mineral的一個... 就是它買了一套粉 它就會送一個這些袋 但也很適合它們的風格 就是比較平實 對,很自然 對 對,我也覺得... 都很無聊 我用了三...四、五年 我想它也沒有什麼髒 這麼厲害的? 對 你這個人很厲害 如果我用了四、五年 我應該全部都是粉底 其實... 一會很真實 你看到裡面全部都是粉底 好啦,那我們由底妝開始 好嗎? 好 我的底妝就是最近超級喜歡用的Suku 這個the cream foundation 是非常滑的 對 很容易推開 對 而且它會像一個很漂亮的皮膚 我呢... 因為我平常都是用BB Cushion 而且BB Cushion 因為我貪它夠快 對 所以我就這樣... 啪啪啪啪啪的 就搞定這個妝 這個是CLEO的Q Cover 其實我也很喜歡這個方便 但是呢... 是不會有BB Cushion 有我的適合 哦 對 超厲害 我用都覺得白的 但是我... blend開了就沒有那麼白 然後呢... 我就有遮瑕膏 為什麼我化妝度會這麼髒呢? 就是因為它 但是呢... 它真的很好用 這個就是Tarte的Shape Tape 對 它很實實 而且很遮瑕 對 但是它是Creamy的 對 它不會... 它會不會有癢的 你知道眼底有很多紋 不會的 它一點都不會顯紋 這個是它最厲害的地方 不會令到一笑的時候 那些紋都會出來了 對 我最怕就是... 而且可以保持很多小時 我的遮瑕方法是... 我是直接... 上多層 不是... 因為我... 你有沒有看過那個方法呢? 就是塗一點點唇膏 或者粉紅色的 有啊... 對... 對... 然後我就再蓋多一層這個 之後就到睡粉 定妝 嗯... 其實呢... 如果現在這個天氣 我就不定妝 但是因為我眼底實在太多遮瑕膏 我就會... 帶去Staycation 就會帶這些... 比較像Travel Size 還有它裡面呢... 是已經有個... 噢... 好方便啊 對啦 然後再是它是妄狀 那你吸下去呢... 你壓到眼底 它這個比較小 你可以這樣... 弄到它很小 然後慢慢壓在眼底那裡 我這個是... Buy Terry的 的 噢... 然後... 那它就... 真的很濕潤 那樣... 如果你是想拿它來控油 我覺得就... 效果不是很顯著的 但是如果你是純純想定妝 因為現在都戴口罩 因為...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的妝會不斷斷斷 Hidy那個是不會的 我剛才拿的口罩是完全沒有化妝品在上面 我的口罩是超多化妝品 因為可能我BBPushion 尤其是... 它很容易移動 如果我不定妝 我可能手指HIGH HIGH 那我就會有手指印在那裡 但是我用這個有一個問題 它不是白色的 會白了 我會是嗎 我會 我身上特別是半... 譬如晚上有什麼活動 有人用閃光燈拍照 我這裡有一個三角形的白色 所以我自己就... 拍了這個水粉 但是如果你本身... 你看到我們兩個的色差就知道 我真的是黑的 所以我用這個... 它真的超級無敵細 是完全... 沒有粉感的 但是... 你看到... 我的手指已經是白色 我發現了我有底霜 我帶了最近買的一個Laura Mercier 過來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最出名的保濕底霜 但是... 以前這個舊版我也有用過的 它保濕能力好 但是非常臭 它像一個人的口水味 是一個臭了的... 沒有刷牙的口水味 它真的很臭 真的很臭 但是它這次新版... 我還沒跟它在一起 我扔的時候... 所以之前已經分手了 哈哈哈哈 但是這次的這一款呢 它現在的質地呢... 是... 跟以前差不多 我覺得它更加輕 但是呢... 就做到一個... 完全不調色 但是可以做到保濕的底霜 但是你都會用... 就是你... 會用primer 我平時不會用的 因為這陣子真的很乾 是啊 所以我這陣子就會用一些... 比較保濕型的 突然跳回底霜 真的有什麼就落什麼 我第三次只會塗防曬 我在英國沒有太陽 我就很白 但是我回來呢... 可能短短... 一兩個月 我就發現自己的膚色黃了很多 哦... 但是我一直都沒有塗防曬 這個也很輕啊 是啊... 它很... 好像一個cream的防曬 而且... 不會很黏 之後你用什麼? 我是滑眉 之後我也是滑眉 糟了... 我全部都是日韓 這個真的是韓國的 我... 我不是歐美系 哈哈哈 其實平時我也是用這個 但是我覺得一個眉筆真的夠 它其實沒什麼顏色的 但是你滑一下滑一下就會...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 其實滑在手跟滑在眉上 是兩樣東西 對... 就算有時候有些眉筆 你出去試的時候 滑在手上 好像很好滑 滑 顏色是你想要的 然後反對滑在眉上 沒有顏色的 真的完全沒有顏色的 我試過太多次了 但是我反而滑在眉上 會比較深色的 我不知道 今天... 因為你可能有些油粉 那些蠟質呢 就會... 對... 但是我自己就會... 用眉粉 這個也是講過超級無力多 真的嗎? 對... 就是Opio的 對... 你用這個... 啊... 我已經用到健底Heat Pan 它是四十幾元而已 哇...這樣看 哈哈哈... 不好意思... 哈哈... 我很喜歡眉粉 就是那種柔和感 我很怕眉筆 對... 對... 不過我最近呢 其實... 高低眉都... 很嚴重 因為... 不能出去收眉 我的指甲和我的眉毛呢 只要眉毛一生呢 啊... 就一起塌 哈哈哈... 最近很流行用眉膠呢 那我就買了眉... 我覺得眉膠是有一種很立體感 哦... 你也是用Case的 對... 我很喜歡Case的 我是用這一款 Heavy Rotate 你也會用的 有...有...有... 因為你只要有炎髮 特別有漂過髮的人 對... 而且我們兩個都是眉毛的人 對... 就一定要用眉膠 否則你會畫了很淺色的顏色 但眉是深色的 好像腳上的腳毛很顯 哈哈... 所以眉加我也覺得很重要 我... 我... 我不懂形容它那種分別 但好像是立體了 我喜歡梳到它同一個方向 很齊 我純粹是翼方向上色 你會看到這個是Heavy Rotation 這款就是Case 會看到它是比較霧面 然後比較柔和一點 所以如果你真的可能好像 Sara這樣說 你純粹是想要它那種Gel的感覺 而不是上色的話 就應該Case會比較適合 但如果你同樣想有顏色的話 可能這款的色度比較飽和一點 然後呢... 你下一樣會是做什麼 我也是 這個很出名 Toku for school 不用近鏡 我都會用這個 我想每一個人 都...只要你有打陰影的習慣 一定是吃這一口 對 我這個就是Heavy的 它是三種顏色的 裡面 它跟Toku for school 一樣都是三種顏色 但是這個就是Pizza型 它那個呢 就會是... 一條一條 因為... 在我的手上是不覺得的 但Sara呢... 就是一個很好的飾品 這邊是Heavy 前面就是Toku for school 你會看到它... 是會... 沒有那麼黃 我自己覺得... 因為我覺得Toku for school 就是太黃 對 這樣看很明顯 對 對... 很漂亮 對... 眼影呢... 因為Staycation呢... 其實我很難的 如果不是給拍片 只不過是想有些顏色的話 其實我是帶一種顏色 都是Heavy的 這個就是一個Liquid Eyeshadow 對... 它這個顏色呢... 是像你現在的顏色 橙色 對... 像橙色 然後Blend開... 即是你用手拍開它之後 你是不用帶眼影掃 對... 我覺得這件真的很方便 我這個呢... 就是MAC的... 即是九色眼影款 即是我不可以沒有了這一盒 總之我... 我覺得它所有的顏色 都是十分實用的 我可以用來... 眼影啦 然後畫眉啦 或者眼線 我都是用這一盒的 哦... 而且它是一個Cool Tone的顏色 因為很多如果... 太橙色的顏色 在我臉上 是會... 很不夾 即是跟我的粉底 和我自己其他化妝品 會很... 即是你Cool Tone Mix Warm Tone的化妝品 會很怪的 我這個真的很懶 我就這樣... 很慚愧 我就是這樣... 嘩... 很漂亮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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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一點閃 即是你會覺得... 單調只有一隻顏色 又不會覺得... 太沉悶 而且我買的時候 好像是24元 那麼... 我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 因為都是Pink Coy 他們HEMI Official 買回來的 然後就到眼線了 我是... 我也是Case的 你是Case的忠實 對... 其實我很喜歡Case的 我是HEMI的忠實 我有很多HEMI的東西 但這支就是我平常常說的Moderna 是日本的 這個是你畫完眼線之後 立刻打黑痴 你還是不會掉下去 真的嗎? 對...這個超厲害 你Case這款是三叉頭的 還是... 也是一樣的 也是這樣 筆狀的 對... 其實我也是最新試的 我第一次用是很rich的 就是它做到這樣 但我上眼的時候 我覺得它有點乾 而且不是很出色 我覺得它的顏色不算太混亂 大家可以看到 它有些位是淺色一點 有些位是深色一點 它的墨水沒有那麼厲害 但如果呢... 我試這一款 它應該是... 嘩...很舒服 嘩...超直 而且它... 即使大小也很一致 對...它很一致 然後... 我猜過了十秒 應該就穿不穿 嘩... 現在五指 嘩... 嘩... 對... 你看我那個先 你看 這個Case真的不行 哈哈... 其實我不會喜歡Case 然後... 之後呢... 就到... 你是什麼? Mascara? Mascara 我是... 我是... Tismade 但我這個很特別的 它是... 正常就是... 一個... Mascara 它是啡色的 我這款是... 就是一個很普通的Mascara頭 但是呢... 你就把它關進去 上面有得開呢 是有個小的Mascara 嘩...很可愛的 對...它有個比較小的 它怎麼做到呢? 對...它是二合為一 所以你可以做到上跟下分開 因為有時候下眼睫毛呢... 要... 又細一點 沒有那麼容易 碰到眼皮呢... 這個就... 做到這件事了 哈哈... 我不要啊... 因為我很怕... 我很怕... Mascara會撻 它不會... 它夠乾身的 我覺得... OK 輕身的 即是夠輕盈的 你只要夾一夾 或者是... 熱一熱它呢... 就... 哦... 因為我是... 極度沒有睫毛的那些人 還有... 還有... 經常都會... 就是... 我都是... 揚慧睫毛的人 因為我的睫毛都是... 所以... 神器呢... 就是這個... 電眼睫毛 這個... 這個是Panasonic的 我... 由... 中學的時候已經有了 然後... 之後... 壞了呢... 我... 再買回同一個 因為它是太便宜了 九十元 然後... 它是進一些... AA電19呢... 就可以用很久了 然後... 之後... 你這個是... 我這個是... 哦... 經典... 對... 十幾年前聽到現在 對... 但是你會不會夾到自己的眼皮呢? 我很論盡的 我又不會 我放棄了這些原因 是... 一來我容易夾到眼皮 二來我會夾斷自己的睫毛 我有一次試過... 就是... 這些傳統的睫毛夾呢... 我有一次... 就是這樣... 然後...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笑... 或者打黑癡... 然後... 就... 很痛啊... 是啊... 不是... 我是心痛... 對... 我剛才摸到頭髮了 我已經少了 還要脫掉了 然後... 之後就到... 啊... 胭脂了 我這次是方便呢... 就是胭脂和highlighter是... 同一個 哦... 它是一個有... 有光澤感的胭脂 有珠光的胭脂 都是HEMIOR 今天是代言人 哈哈... 沒有... 完全全部錢 我也是用唇膏去做胭脂 哦... 因為我最近喜歡一些... 一致一點的妝容 對... 現在都很流行那些... 對... 就是... 我用虛弱的胭脂是... 很粉紅粉紅色 嗯... 那我就覺得... 和我這些唇色很不合 那我就順便用這個 而且... 方便了 因為它這隻呢... 是塗一點點... 就可以blend得很好 哦... 這個是Purl Pura? 對... 哦... 不過顏色很漂亮啊 是啊... 可以自己... 就是... 是條的... 哦... 哦... 好粉嫩啊... 好霧面啊... 那隻眼色... 那我的呢... 就是... 他們最新出的... 對... 就是... 超大塊... 又是那些一輩子都用不完的... 它塗出來是有一層光澤在那裡... 所以呢... 就可以做到胭脂... 再加上... 對... 它還有一些珠光... 對... 它的光澤感很強... 很漂亮啊... 是... 因為你那隻是霧面... 而... 這個是珠光... 看看你想不想這個妝有光澤的感覺... 最後呢... 就到... 唇膏了... 對... 出現過的唇膏... 對... 我都喜歡Romane這個... 因為Romane真的很好用... 它無論是... 亮面還是霧面... 我都覺得很好用... 對... 我也有很多隻眼色... 我都是被朋友燒到我才會買... 那... 但是我就覺得... 很紅... 但他剛才用完這個... 是整個人白到... 是嬌級顯白... 是... 要... 抹淡... 不然... 就會顯得我是超黑... 然後... 然後... 超白... 你看到他整個人是明亮了... 是很神奇的... 我覺得... 對...很顯白... 因為這些... 正紅色... 但是... 如果我塗呢... 會很奇怪的... 對... 我會好像... 有些風塵味... 其實我都不太carry得到... 我都覺得有點太... 我覺得你塗得很漂亮... 但我現在已經掉了很多... 那我這個呢... 就是... 610... YSL這個... 它最大的特色... 為什麼我會戴... 這陣子真的很喜歡用它呢... 就是... 它不會... 尖在口罩上... 嗯... 對... 剛才是... 塗了很多... 很水的... 你以為它本身那麼水... 應該會很容易掉... 剛才我喝水... 那個白色杯是沒有... 對... 對... 我是塗了很多層... 而且... 它是... 怎麼塗你都不會覺得... 很厚... 好啦... 我們就已經跟大家介紹完... 我們化妝袋裡面有些什麼... 如果兩天一夜的Staycation... 是會有些什麼的... 帶些什麼來的... 那... 希望大家都喜歡這個分享啦... 還有... 今天我拍得... 是比較casual一點... 給大家看看... 其實平日... 我拍片... 可能沒那麼利落... 沒那麼精煉... 去說話的時候... 對了... Hidy就是... 這樣的天... 對... 真實的一面... 沒錯... 是比較真實的一面...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這條影片啦...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LIKE... 訂閱我的頻道啦... 還有訂閱Sara的頻道啦... 我每個星期... 都會有錄兩條新片... 否則是六更十三天... 和是日更十二點... 對了...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Bye Bye